苏展在书月楼和杨柳身体悬空的时候,幸好大师傅和二师傅及时赶到,出手解了危急。 苏展本想装晕在二师傅面前撒个娇,被二师傅识破,反而胳膊被他狠狠地掐了一把。 此刻,杨柳已经睁开了眼睛,他真的好想就此随母亲而去,不再醒来。 此时杨柳的痛苦,无人知晓。 这么多年人如苟活,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再见母亲一面,可到头来,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苏展是杨柳除了母亲之外最美好的回忆,那种纯纯的淡淡的感觉,真好。 可如今,身体肮脏,见到苏展又如何? 况且,疼爱自己的母亲也已失踪,虽说父亲的确爱自己,但他却在亲眼见他一次次报答母亲的时候,便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恨。 他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家。 想到此,心里振振薄良,喊一顿声,他看不到任何希望,仿佛自己来到这个世界,就是来受折磨的。 他想大声呼喊,可是又没有半点力气,他虚弱地看了一眼苏展,又昏迷了过去。 这时,青楼的老妈子和许多小姐都围过来看热闹,见杨柳又昏了过去,七手八脚地把他放到平时老妈子休息的太师椅上,更有善良的人在往他口里灌温热水。 苏展虽然着急,但他毕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,显得手足无措也很正常。 而且,他还不知道大师傅让他来书月楼的真正目的。 他斜眼看了一下二师傅,见他在给书月楼的老妈子交涉什么,老妈子见二师傅好说话,一个劲的东拉西扯,大师傅走过去,瞪了他一眼,老妈子看到大师傅手里的杯子,一下被捏碎,吓得老妈子马上收口。 并说今天晚上,一定会照顾好杨柳姑娘的安全。 苏展心犯嘀咕,两位师傅的突然出现,难道和杨柳有什么关系吗? 两位师傅也不可能神机妙算自己会遇到杨柳呀。 难道还有别的什么蹊跷? 苏展辗转反侧,猜不透为什么,干脆闭上眼睛睡觉。 第二天一大早,人声嘈杂,苏展见门外一顶豪华的软轿,落地,肥胖的杨柳外快速走了进来,后面跟了六个精壮大汉。 杨柳外,他又来干什么? 苏展感到事情越来越复杂了。 杨柳外在五天前就接到一封神秘的来信,让他去苏州提前待着,老朋友要请他看一场好戏。 杨柳外不知道这个好朋友是谁,更不知道有啥热闹可看,可多年来的经验告诉他,一定会有事情发生。 他当然不知道,十年来,他的宝贝女儿就在这书月楼,长到十四岁后,就成了老妈子的摇钱树。 杨柳哭过,反抗过,寻死过,可是,一切都无济于事。 他请求客人,把他的情况告诉他的父亲,并说出了他父亲的大名。 然而,他得到的结果,除了挨饿,就是枉死离打,得到的是更疯狂的折磨。 从此,他成了书月楼听话的赚钱机器,老妈子告诉他,想要出去也可以,赎金五百两银子。 见气氛有意,老妈子看到那些大汉,竟然不知道怎么问洋员外,只是赶紧打了两声,哈哈,忙亲自去端来了凳子。 这时,只见门外,进来一个猛了面低男子,拄着一个棍子,一瘸一拐走了进来,他一进来就问,谁是老妈子,大爷我今天专找杨柳。 一听到杨柳这个名字,杨园外和他那六个大汉,一下紧张了起来,此杨柳非比杨柳吧。 就在他们疑惑之时,苏展看到二师傅扶着杨柳出来了。 女儿,小姐。 杨园外藤地站了起来,那六个大汉随即准备向二师傅扑去。 苏展真的迷糊了,这究竟要干吗? 正当他准备冲上去的时候,大师傅一把抓住了他,并且低声警告他别动,好好看就可以了。 当杨柳发现来人凄惨地喊了一声爹后,瘸子已经抓住了杨柳的手,就要把杨柳揽入怀中。 杨园外是老江湖,这个局他还不能稳操胜券,他赶紧拱手道,先生今日消费,全由杨某买单,这是我失踪了十年的女儿。 还望先生高抬贵手,顾念我妇女骨肉亲情。 杨园外话音刚落,只能那瘸子男人哈哈大笑了几声,很是悲凉。 他说道,骨肉亲情。 云峰崖上,你可曾念及人家的骨肉亲情。 你可曾念及孕妇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生命。 你可曾念及那个男孩当时只有八岁。 杨园外听到这些话,脸上一会儿红一道一会儿青一道,他突然脸露惊恐之色,颤抖地问道,你是苏贤直? 杨大叔好眼力呀。 说吧,瘸子扯掉了脸上的面巾,露出一张丑陋的脸,惹得那些姑娘们一阵惊呼,就连苏展也是感到此人好丑。 可他看着看着,逐渐激动起来,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这个丑陋的男人,居然是他十年未曾见面的爹。 贤直,我是有苦衷的呀,我也是被逼的呀。 我们换个地方谈话好吗? 杨园外突然低声求了起来。 我知道,主谋不是你,你也是被逼的,不然,我早就不会对你手下留情了。 不过,你假传消息,引我一家人去了云峰崖,害得我有身孕的妻子惨遭杀害。 如今,你女儿遭此劫难,全都是你做的孽,她本该是无辜的,你现在心情如何? 哈哈哈哈,苏展的爹大笑了几声后,又神秘地对杨园外说道,我知道杨柳怎么会有今天的全部秘密。 而且,我还知道关于你家的一个天大的秘密,你想听吗? 把这十年你该给我家的银子,统统交给我儿苏展,然后在我心情舒畅的时候,我再告诉你。 突然,苏展的爹咽喉中了一标,一下倒地便没了气息,可能是标上有毒,见血封喉。 苏展猛冲了过去,扑到爹身上,就放声大哭,不住地喊大师傅二师傅,快救救我爹。 而此时的二位师傅,剑斑冲出找那个放暗器的凶手,可哪里找得到。 二师傅见凶手射杀了自己的恩人,如何肯放过,于是提气狂追。 大师傅现在眼睛里只有二师傅,所以,他也就紧随其后,一会儿就不见了两人的踪影。 杨园外和老妈子的亲了关系,问不出杨柳是如何来到这里的更多线索,就准备带杨柳回家。 可见到苏展,刚刚遇到爹,又突然失去了爹,哭喊的那样的凄惨。 杨柳说啥也要等展哥哥一起回去。 杨园外想想也好,使了个眼色,留下了两个大汗。 苏展回到了杭州埋了爹,还没看到两位师傅回来,他现在真的成孤儿了,想起来,就不由悲痛万分,放生痛哭。 二师傅没有来,他肯定要追到凶手才肯罢手。 当年,爹救过二师傅的命。 二师傅当年被毒蛇咬了,使爹帮他吸了毒上了药,不然,现在就没有二师傅这个人了。 从爹与杨园外的谈话得知,杨园外欠咱家的银子,二师母亲的死,也与杨园外脱不了关系。 苏杨两家,本是市郊,杨家的产业,苏家占有股份,但不参与经营。 从苏斩爷爷那一辈就开始了。 十年前,杨园外得到当朝一个权势很大的人物的命令,要他准备银两,到时候起适用。 而苏家,则支持这个大人物的对手。 于是,一个恶毒的计划就产生了。 杨园外谎称,云丰山菩萨灵验,苏家上山后,却遭遇高手击杀,幸而被苏斩的二位师傅所救。 他们知道对方权势太大,只得隐姓埋名,苏斩也不知各种原委,跟随二位师傅学习武功。 如今,苏斩已经长大成人,应当重振苏家了,可惜,苏斩的爹,却遭人暗算了。 杨园外也很委屈,如果他不听指挥,他全家也会遭遇灭顶之灾。 这些年他赚的银子,绝大多数都被人搜挂走了。 因为他的秘密杨怀里是不知道的,所以那天见到苏斩,他是假打,给杨怀里看的,其实心里还是挺高兴的。 毕竟苏家有后了这些年,他没少做噩梦。 杨园外做噩梦有三个原因,一是朝廷势力,二是打过的妻子,三是失踪的杨柳。 杨园外打杨柳的娘,是因为他经常看到妻子看杨怀里的眼神不一样,杨怀里救过自己的命。 名字也是自己为他取的,他固执地认为杨柳的娘嫌弃自己老想红杏出墙,而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杨怀里。 再说杨柳回到了家,大家知道了他的遭遇,特别是看到他满身的鞭子伤痕,那些娘虽不是亲娘,也哭得伤心之极,的确是人间真情的自然流露。 杨柳也隐隐约约知道苏家的事与自家有关,他倒不好意思去找苏展,整日待在家里。 这时的苏展倒想见到杨柳,他对杨柳的感情还停留在十年前的阶段。 现在的杨柳,他谈不上喜欢,也说不上讨厌,不想见,但心里又有很多话想对他说。 爹说杨柳外该自家的银子,他倒真的没那么在乎,长这么大,他还没有花过多少银子,也没有尝过没有银子的滋味。 现在,他急切地想与杨柳说话,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他,比如,他是怎么被弄到青楼的。 十年前,他究竟经历了什么? 既然杨柳不出来,那就晚上亲自去看他呗,这不是自己的专业吗? 谁知苏展晚上夜叹杨府,竟然发现了杨怀里妻妇女杂工,更发现了杨怀里另一个天大的秘密。 明末青初时期,有个书生叫李斯,父亲早逝,和母亲相依为命。 为了让他上司书,母亲起早贪黑地帮别人干活,为的就是让他出人头地。 李斯也知道母亲的辛苦,所以读书特别刻苦,十六岁中秀才。 两年后,准备参加乡试,可他放心不下母亲,因为常年劳累,李母患上了病,经常咳嗽不止。 母亲还把看病的钱全部给他做盘缠,他知道劝不住母亲,只有自己终局来回报母亲。 这天他赶了一条路,眼看天快黑了,他赶紧加快脚步,希望在天黑前可以找个栖身休息的地方。 为了节省,他尽量不去住客栈,有破屋就住破屋,没破屋就爬到树上对付一夜。 终于在天完全黑下来后看到了一座破庙,他毫不犹豫地跑了进去,进庙后他拿出火折子,准备生堆火预寒和防范野兽。 就在他点燃火折子后,角落里有个东西反光刺了一下他的眼睛。 他走过去一看,原来是一面铜镜,四周都布满了灰尘,可铜镜竟然一尘不染。 他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,用来整理仪容,还是不错的,他随手把铜镜收到怀里。 相识的时候他对自己极有信心,可放榜后他居然没上榜。 他正准备回家苦读,明年再考时,却意外听到本来他上榜了,却被调包顶替了。 他去支付衙门告状,被轰了出来,还挨了一顿板子。 心灰意冷的他回到家中,发现母亲已经病逝,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。 旁边有封留给他的书信,看完信中的内容他倾金抱起。 只见信中写到思耳,看到这信,可能娘已经离你远去,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。 娘病发难受时,曾向街坊四林借钱看病,可没一人愿意借给我。 所以,永远不要靠别人,他一把甩掉手中的书信,大哭着为什么,为什么这时一面铜镜从他怀着掉落。 他正要一脚踩碎,却发现铜镜里有个黑影,他捡起一看,镜子里分明不是自己。 这时,镜里的黑影钻入他的身体,镜面恢复如初。 第二天,大街小巷都在传,镇上出了个黑影恶魔,已经害了数人性命,一时间人心惶惶。 一个老和尚来到李斯家中,捡起地上的信,看完后看了一眼李母的尸体,大叹一声还是来晚了。 阿弥陀佛,这天李高正在地里干活,突然见前方不远有人在打斗。 他走近一看,只见一个老和尚和一个浑身黑气缠绕的的人站在一起。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,突然老和尚一缠仗点在对方额头,金光一闪,只见黑气慢慢消散,一个书生模样的人露了出来。 李斯,怎么是你? 李高大叫道。 在他的印象里,李斯是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,怎么也跟那黑影恶魔扯上关系。 谁能明白我,十年寒窗之苦,我终局却被调包,去深渊,却被轰了出来,还挨了板子。 家中母亲病重,向邻里相亲求救,却无人理会,我为什么不能成魔? 李斯身形摇摇欲坠,却义愤填膺地说道。 这时,老和尚开口了,施主,你放心去吧,别再执迷不悟了,你母亲我已经替你安葬,你不要再有执念了。 李斯说了声多谢高僧,说着拿出一面铜镜交给老和尚,就道了下去。 老和尚接过铜镜,面色大变,随即也跌坐在地上。 李高赶紧扶着老和尚,只听老和尚说道,我和他两败俱伤,都活不了,这是一面魔镜,吞噬人的心魔,只要你有了心魔邪念,就会被他控制。 我关你为人正直,你找个无人之地把他伸埋,不要让他再出现。 说完就地作话了,李高拿着铜镜看了一眼,没有什么特别的,里面的自己还是自己。 回家后,他想着哪天看到合适的地方,就把铜镜伸埋。 由于战乱不断,朝廷应接不暇,李高被拉去冲了冰钉。 各地强盗横行,李高家被洗劫一空,等李高回到家,发现老母亲被活活饿死。 当他找到妻子,发现妻子在外乞讨,已经冻僵了。 而高墙深院里却歌舞声停,推背换斩。 他搂着妻子的尸体,大吼着为什么,为什么,到底是为什么说完他拿出了铜镜。 南宋时期,有个叫范贤的书生,他家在当地也算大户人家,从小锦衣玉时的范贤有一事特别费解,从小父母就让他把一把折扇带身上,二十年来从未离身。 因为这把折扇,他不知道被同伴笑过多少回,因为这把折扇太普通了,甚至连普通都称不上。 只见扇面上画了一体马却不见马头,他小时候也学过画画,所以他自己也在上面添画过马头,可是当他把折扇收起再打开,马头就不见了。 几次以后,他也就放弃了。 他问过父母,可父母都不愿多说,只嘱咐他折扇,千万别离身。 原来,范贤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,请了附近所有的大夫都束手无策。 就在范父母绝望的时候,来了个道人对范父说,你儿子有状元之命,不过却命运多结,因为状元命格,对邪修妖魅的修炼有极大的帮助。 所以他极可能半路夭折,我与他有缘,今天我救他,至于他二十年后那场灾难能不能躲过,就看那人愿不愿意帮你们了。 你们尽量多做善事吧。 说完拿出一张符,口中念念有词,往天一抛,引来一道闪电披向小范贤,只见一道黑影从范贤身上奋出,正准备逃跑。 道人笑了一下,手往黑影一指,就见闪电追上黑影,黑影瞬间烟消云散。 道人说,现在没事了。 我再给他个后手,说着拿出一把白纸扇,在上面画了皮马,却不画马头,然后交给范妇,让他给范贤一直带着。 二十年后,那场灾难,就看那人愿不愿意把马头补全。 这年,他准备上京赶考,父母对他万般嘱咐,并让书童陪他一起上京,可范贤觉得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,不用人跟着。 他提前一个月出发,可以沿途欣赏一下风光。 这天,他在山间游玩,被山间的风光吸引,不知不觉天色暗了下来,在下山投诉已经来不及了,可能到半山腰就天黑了,到时下山很容易摔下去。 于是,他就准备在山顶一个破庙柱一晚,等天亮再下山。 他一转身,却有个长须老头,站在他身后,老头开口第一句话,就吓了他一跳,把你的无头衫给我看一下,他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扇子? 范贤心里一惊,知道遇见高人了,他想起了母亲,嘱咐他的话。 当有人在不知道你扇子的情况下,问你扇子,就把扇子给他。 他赶紧把扇子拿出来,给老头,只见老头从身上摸出一支笔,刷刷几笔就把马头添了上去,然后合上扇子交给他,并跟他说,如果遇到危险,打开扇子或许可以救你一命。 说完老头就消失了,他也没想那么多,就在破庙的角落睡下了。 睡到半夜,被一阵吵杂声吵醒,正准备发火,哪有半夜扰人清梦的,突然想起自己在荒山野外。 他往外看去,一大群人在庙外吟诗作对。 发现范贤醒过来了,就有人走过来,邀请他一起喝酒赏月。 他有些疑惑,怎么还有人晚上上山来吟诗赏月的? 来不及细想,就被众人拉了出去。 众人看范贤的眼神充满了炙热,就在范贤转身的,一瞬间一只毛茸茸的手就偷偷伸了过来。 正要抓向他的时候,另一只手却打开了那只毛手。 范贤听到响动,假装掉了东西,然后弯腰的时候,眼光往后,偷偷别了一眼,差点没把他吓个半死。 只见身后的人,有的是骷髅头,还有狐狸头人身的怪物。 当他转过身却又都是好好的人。 这是一群妖媚,想分尸范贤身上的状元功德。 却因为人数众多,不好分配,而一直没有动手。 就刚才其中一个妖媚忍不住想动手的时候,其他一个阻止了,没想到却被范贤识破了。 范贤想起天黑前胡须老头说的话,他忍着恐惧说, 我有一宝物,你们想不想开开眼界大伙一听都围了过来。 范贤把扇子掏了出来,慢慢打开扇子,却发现码头没有消失,只见一道金光冲天而起,扇子里的马从扇子走了出来,冲着众人私叫。 所有人都捂住耳朵慢慢显露出原形。 整个一动物开会。 然后,那匹马走到范贤身边,范贤赶紧跨坐上去,马儿就风驰电掣冲下了山。 把他送到客栈后,又回到了扇子里,不过码头又消失了。 原来山上的老头和二十年前就范贤的道人同出一门,他们被师们派来护范贤的道,不过范贤却命运多变,很难看透,有可能变成好人,也有可能变成坏人。 幸好范贤心地善良,范府范母这二十年来也是一直做善事,如果范贤走了歪路,那不用邪魅加害,他们师兄弟就不会放过他。 因为如果他心不正,那让他中了状元可能要危害很多人。 一个月后,范贤高中状元,他一直爱民如子,造福了一方百姓。 明末清初,拂牛山脚下有一个仙龙镇,这里依山傍水,是一处人间仙境。 镇上有一户姓刘的人家,男主人名叫刘阿斗,此人生的眉清目秀,是一个妥妥的白面书生。 早年间,刘阿斗勤奋好学,再加上天资聪明,在镇上也小有名气。 然而现在却是一副赌博成性,嗜酒如命的浪荡之子。 这都是其交了一个不成器的朋友造成的。 这天晚上,刘阿斗又喝得醉熏熏的,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。 当他路过镇东头的石桥时,突然听到呜呜的女子哭声。 寻声望去,只见一秀丽端庄,美丽动人的女子,坐在桥头上哭泣。 刘阿斗走上前去,问道,姑娘为何深夜一个人,在此哭泣? 女子见到有人到来,抬起头看向了刘阿斗,随后擦了擦眼泪说道, 小女子来镇上寻亲,起料中途丢了盘缠,现在寻亲未果,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安身,所以伤心地在此哭泣,还望大哥救我。 刘阿斗想到了自己现在已经是落魄之人,便只能叹了口气说道, 哎,姑娘不知,我现在染了毒瘾,已经是家到中落之人,自己尚且不能养活自己,万万不敢再收留姑娘。 姑娘听到此处,便说道,求大哥,今晚到你家暂住一夜,明天我同你一起去赌方。 输了,我就离开,绝不连累于你,倘若赢了,你我就认个兄妹,住在你家,你看,这样可好。 刘阿斗想了好一阵,说道,这样也好,就按你说的办。 当天刘阿斗便把女子带回了家中。 回到家中,只有刘阿斗的老母亲王氏一人在家,此时她还没睡,在等待刘阿斗。 母亲王氏因为刘阿斗的堕落,也因此终日离以泪洗面,最终哭瞎了眼睛。 当听到刘阿斗回来时,便说道,阿斗啊,你莫要再赌了,明天好好找份工作,等赚了钱再娶一个媳妇,好好过日子吧。 而就在此时,便听到一女子的声音,虎妹见过婆婆。 王氏听到有女子的声音,便奇怪地问道,小姐是何人,为何会和阿斗在一起? 随后刘阿斗便把遇到虎妹的经过同王氏讲述了一遍。 待到事情讲完后,刘母开心地说道, 你就放心在此住下吧,这个家中只有我和阿斗,你来到之后,家里也会热闹很多。 就这样,虎妹便在刘阿斗家住了下来。 第二天,刘阿斗就带着虎妹来到了经常去的那间赌方。 赌方里的赌徒一看到刘阿斗带来的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时,都争抢着要和虎妹对赌。 就这样,一上午时间,虎妹赢了一包白花花的银子,全交给了刘阿斗。 刘阿斗喜欢极了,刘虎妹住了下来。 回到家中,虎妹劝刘阿斗不要再去赌方,现在有了这些钱,可以做点小买卖。 刘阿斗按虎妹的主意做起了生意。 没想到虎妹不仅赌树高明,做起生意来也是风风火火的。 没几年,在虎妹的指点下,刘阿斗的生意越做越大。 刘阿斗也更听虎妹的话了。 就这样过了几年之后。 突然有天晚上,刘阿斗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 梦到虎妹在梦中对她说,阿斗哥,我要走了,我把我的身世告诉你们。 其实,我不是人,我是仙龙镇山林中的一只成了精的老虎。 在你很小的时候,我落入了猎人的圈套。 然而,是你的父亲路过时救了我。 今天我特意来报恩。 你母亲的眼睛,我已经帮她医好。 现在我要离开了。 说完,虎妹便转身离开了。 就在虎妹转身离开时,刘阿斗猛然从梦中惊醒,慌忙跑到母亲的房间,唤道,母亲醒醒。 母亲醒醒,王氏听到刘阿斗的呼唤,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。 然而,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,刘阿斗的面旁便呈现在她的眼中。 她激动不移,握住刘阿斗的双手,激动地说,我能看到了,阿斗,我能看到了。 刘阿斗也异常激动。 然后,把梦到虎妹的事情讲给了王氏。 王氏听完后,赶紧和刘阿斗一起来到虎妹的房间。 当他们来到虎妹的房间之后,看到灯亮着,然而却不见虎妹的人影。 他们在房中大声呼唤虎妹。 好一阵,也没有见到虎妹出现。 直指见桌子上放着一封信,信中是虎妹的流言。 说她已经离开了。 不多久,刘阿斗便迎娶了隔壁村的一名女子为妻。 一年后,妻子为她生了一个女儿,刘阿斗给其取名为虎妹。 从那以后,刘阿斗再也没有赌博,续久了,她同妻子一起赡养母亲王氏,抚养女儿虎妹。 明朝年间,苍州地区有一家三口,母亲带着两个女儿。 丈夫早亡,母亲言是怕女儿受委屈就没有改嫁,独自艰难地带着两个女儿。 大女儿叫东梅,二女儿叫燕梅。 不过严氏对大女儿并不好,因为大女儿脸上有块胎记,而且因为一次意外,摔跤把右脚摔断了,因为没有及时医治,落下了残疾,走路一瘸一拐。 而燕梅从小就水灵,严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燕梅身上。 东梅从董事起就帮家里做力所能及的事。 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,家里大小的活都是她干了。 她既会仿布,又会做女工,而且她的手艺特别好。 转眼东梅,二十二岁了,在那时这年纪已经老大不小了。 同龄的女孩小孩都几岁大了,可东梅家连个提亲的没有。 这天村里有名的红娘凤婆找上门来,严氏特别高兴,终于有人愿意给东梅说梅了,连忙热情地招待凤婆。 当凤婆得知严氏的意思后,有点尴尬地说道, 阿妹,不好意思啊,我是给燕梅说梅来的,燕梅也快十七岁了吧。 严氏一听说道,你帮东梅找门亲是吧? 燕梅不急,她得嫁东梅后面。 梅婆一听,眉头一皱,这有点难办啊。 猛然间她突然想起隔壁村的牛二前段时间,妻子去世,就和严氏商量。 且说那牛二,四时有期,家里也贫困。 谁知道严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 梅婆以为还得费一番口水,却不知严氏早想把东梅嫁出去,免得邻居村民总是说闲话、笑话,东梅嫁不出去。 梅婆高兴地去找牛二报喜。 东梅听到梅婆和母亲的话,一个人躲在房里哭。 自己怎么说,也是二十几岁的黄花大闺女,却得嫁给一个快五十来岁的再婚男人。 可又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思,只得委屈接受。 没多久婚事就谈妥了。 东梅嫁过去一年后生下一个儿子,可牛二却在儿子生下没多久后意外去世了。 东梅被说成了不吉利的女人,她也不愿回娘家,一个人带着孩子艰难地活着。 这时,梅婆有点过意不去,毕竟是因为自己东梅才有这样的遭遇。 她打听到镇上有个叫李涛的婆娘也过世了,也留下个一岁左右的小孩。 这李涛可不是贫苦人家,而是护有钱人家。 听媒婆说是东梅后李涛和老夫人满脸不同意。 听说那东梅长得不好看,脸上还有胎记李涛说道,可是她心地善良啊。 会一心一意对你,媒婆笑着道,她还是个跛脚老夫人接过话来。 可她女工,仿布都做得特别出色,而且家务什么都做得很好,况且她还可以帮你照顾孩子,媒婆极尽努力地说道。 整段话,李涛就听进去了最后面一句,她被小孩折腾得快受不了了,不过她还是不同意,找个保姆还行。 于是跟媒婆说,要不让她来做保姆吧。 媒婆一听垂头丧气地走了,她决定了,一定要帮东梅寻门好亲事。 有一天,东梅在街上卖自己访的布,恰巧李涛在对面茶楼喝茶。 她一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女人,一般都是男人出来经商做生意的,而此女子卖不料的时候,居然也落落大方。 此时,一个老乞丐过来乞讨,大家都嫌她脏臭,远远躲开了。 而卖部女子却把身上卖部的钱大部分给了乞丐,还选了快步让老乞丐。 老人家,天冷了,拿去做件衣服,李涛心动了。 此女子虽然长得不美,却心地善良,做事落落大方。 看她穿着打扮不似有钱人家,却愿意如此对待乞丐。 她假装走过去看部,东梅看,有人过来,就招呼她,公子需要什么样的布? 你这个布我全要了,给我包起来。 李涛大气地说道,看你斯文的样子,没想到是个败家子,你这样多少家财都不够你挥霍,我不卖给你。 说完东梅,就收拾摊子准备回家。 这可把李涛惊住了,赶忙让人打听这女人的一切,在得知她就是东梅的时候,就按下决心,今生非她不娶。 她找来梅婆,让梅婆去说亲,梅婆也特别高兴,终于帮东梅要说一门好亲事了。 当梅婆说明一切的时候,东梅却拒绝了,自己的条件和李涛相差太远了,她接受不了。 可把梅婆急坏了,赶紧去找严氏商量说亲。 严氏在得知李涛的家里条件后,问梅婆,东梅不愿嫁要不让燕梅嫁过去。 这可把梅婆去坏了,去到李府把一切告诉李涛和老夫人。 老夫人一听,却特别高兴,这燕梅可比东梅好啊。 没出格的姑娘,而且人也漂亮。 可李涛却非东梅不娶,老夫人拗不过儿子,只有随她自己。 梅婆又跑去东梅住处劝东梅,东梅听说李涛不愿娶貌美的妹妹而坚持要娶自己,知道她肯定是真心的,就答应了下来,接着定下了婚妻。 谁知道还没到婚妻,李涛出去收账被土匪盯上劫财并害了命。 可怜东梅没出嫁就又守了寡,可在别人眼里却愈发相信东梅是个不祥之人。 东梅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,她在得知消息后赶到了李家,却发现家里被翻得乱糟糟的,下人一个都不见,老夫人抱着小孙子坐在地上哭。 原来在李涛出世后,下人就开始搬家里值钱的东西。 直到搬得家徒四壁,老夫人只能坐地上哭。 东梅把老夫人接到自己家里,然后跑去县衙告状。 县令大人听说没有状旨,就要退堂,却发现堂下跪的是个女人,于是便退一步,让东梅口述。 听完事情的经过后,县令敬佩东梅的为人,派衙役去把李家下人全部带回来。 公堂之上,面对威严庄重的县令大人,下人们不敢撒谎都承认了。 于是县令大人判了每人三十大板,并归还李家财产。 从这以后,梅人再敢说东梅的闲话,都很佩服他的为人处事。 东梅也把老夫人当自己母亲一样地赡养。 几年后,老夫人去世,东梅独自带着自己的儿子和杨子李涛的儿子。 他从不让杨子干活,让他读书识字。 而自己的儿子却从小跟他上山下地去干脏活累活。 十年后,杨子没有辜负他的栽培,中了举人来年幼中进士。 而自己的亲生儿子犀利也有怨言。 就问他,娘,你为什么不让我跟弟弟一样读书识字? 东梅怜爱地看着儿子说,他读书用的是他家留下来的钱财。 我们不能用他们的钱儿子听后也没有什么好说的,只是转过身擦擦眼泪。 这天,杨子被任命为一方县令,同僚赶来庆祝。 看到东梅问是他什么人的时候,杨子沉默了。 东梅看出了他的心思,知道他不好,介绍自己的身份,赶紧接过话来。 我是李家下人杨子脸色有点尴尬。 第二天,东梅叫亲生儿子跟他一起回到以前的家里。 几天后杨子过来了,看到东梅就跪在地上。 娘,您原谅我吧。 我错了,您就是我亲娘,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,我一定会赡养您终老的,您跟我回去吧。 东梅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,两个儿子都非常孝顺。 东梅晚年过得特别幸福。 结语,东梅的一生是不幸的,不过他没向命运妥协,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了精彩。 他善良、公正,获得了大家的尊重。 就算他让自己的儿子跟杨子一起读书十字,别人也说不了什么闲话。 毕竟他对杨子有养育之恩,可他却遵守自己的原则,这也是他值得让人尊重的原因。 所以就算穷,也一样可以获得大家的尊重。 明末清初时期,唐古镇肖甲村有个郎中叫古阿末。 他心地善良,虽然自己过得也不是很富裕,可穷苦人家找他看病,他还是愿意免费看。 所以他治病的草药,基本都是自己上山挖的。 男子挖药捡到一包银子,原地等施主,帮了小伙一个大忙。 这天他挖药回来,在山路上看到一包东西,打开一看,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,足有五十两之多。 他赶紧把包袱放到被楼里,用草药盖了起来,然后坐在原地等施主。 差不多一个时辰左右,他都等得不耐烦了,只见一个年轻人牵着一头骡子,满脸焦急之色地朝他这走过来,边走还边在路两边的草丛里扒拉,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 看到古阿末坐在地上,他就问道,大哥,您走这条道,有没有见到一个包袱? 古阿末觉得他就是包袱的主人,但也要确认一下,就问他你且说说是个什么样的包袱,里面装的是什么? 见古阿末好像见过的样子,小伙赶紧说道,包袱里是五十两银子,还有个小荷包,荷包上绣了个王字,这五十两其中四十两是我这几年的工钱,还是十两是我找东家借的,是我用来娶媳妇用的。 如果大哥见过凡请告诉我,原来小伙到了娶亲的年纪,父母给他向了一门亲事。 不过的花费五十两银子左右,他做了三年工财四十两银子,他找东家借了十两,就准备回家成亲。 心里高兴就骑着骡子在路上一蹦一跳,不料到家却发现银子不见了。 他想应该是掉路上了,就沿原路找。 见小伙说的和他捡的包袱丝毫不差,他就把包袱从被篓拿出来,交给小伙,并说到这五十两对于普通人家来说也不是小数目。 一定要小心一点,小伙接过包袱,对谷阿末千恩万谢,说谷阿末就是自己的大恩人。 并告诉谷阿末自己叫王荣,家住十里外的王家村,让恩人有机会去家里,必好好报答。 谷阿末让他赶快回家,别让家里人担心。 几天后,谷阿末家里的草药不多了,他决定去野猪岭去挖草药,附近山上本来草药就少,又没有什么名贵的草药,很多乡亲的病都医治不了。 上山采药却迷路,又遇小伙,被邀请去做客,说起这野猪岭可是非常有名,很少有人去过,传闻里面有野猪等大型野兽出没。 一般猪人都不敢独自去,不过听说野猪岭有很多珍贵的药材,谷阿末决定去碰碰运气。 到了野猪岭后,他从一开始的小心翼翼到后来的大吼大叫,一路的草药数不胜数,很多都是外面山上没有的。 他就像掉进蜜罐的老鼠,完全没有来时的恐惧和不安。 当他爬到一处崖边的时候,他的心脏都快停止运行了,只见不远处长着一颗灵芝,足有两个手长大,看样子年份超过了百年。 他小心翼翼到踩了下来,放进被篓,准备下山,今天收获颇风。 突然,远处的灌木丛传来沙沙的声音,不会是野猪吧? 他心里一阵恐慌。 他慌不择路到到处跑,到了山脚才发现不是自己来时的路,他发现自己迷路了。 他蹲地上想着来时的路,原路返回他是不敢也不可能,如果在山上天黑了,那真可能被野兽吃了。 正不知怎么办的时候,前方传来了说话声。 他抬头看去,前方是一男一女,男得有点眼熟,他来不及想明白是谁就被对方叫住了。 嗯人,真的是你,太好了前方的男子叫道。 哦,原来是你古阿末兴奋地说道。 原来,男子正是前几天丢了银子的小伙,他前几天成亲了, 三天前媳妇回门,今天他接媳妇回家。 古阿末接着把自己迷路的事告诉了男子,男子告诉古阿末,叫自己阿忠就可以了。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,去自己加些一碗,明天再送他回去。 阻止主人家杀鸡款贷,不料公鸡却救了自己。 古阿末一看天色,也只有这样了。 去到王家后,阿忠跟父母说了事情经过。 阿忠一家都很热情,准备杀公鸡招待恩人。 古阿末看他家也不是富贵人家,而且那还是唯一一只公鸡,就阻止了他们杀鸡,说有什么就随便吃点就可以了。 如果杀鸡,自己马上就走。 拗不过古阿末,公鸡就逃过了一劫。 晚饭过后,阿忠把恩人安排在了西屋客房。 半夜,突然轰隆一声把阿忠吵醒,听方位应该是西屋传来的。 他赶紧起床去看发生了什么,走到西屋后,他傻眼了。 完了,恩人完蛋了只见西屋房顶他了,屋内一片瓦砾。 父母赶紧让他把人挖出来,这时只见古阿末从外面走进来,看到房内的景象大吃一惊,还好自己命打。 说起来得感谢那只公鸡,自己睡得正熟,突然被一阵鸡鸣吵醒,自己就去了下茅房,回来就变这样了。 这时只听瓦砾中有呻吟声,他们赶紧扒开废瓦砾,只见瓦砾下压着一个男人,这人他们都没见过。 你是谁?为什么在我家?阿中历声问道。 男子却闭口不言,阿中见状说道再不说,送你去见关,男子看情况,知道不交代清楚是走不了,就说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屋里。 原来,男子叫李玉辉,因为母亲生病,大夫说要百年以上的灵芝才能救命,他哪有钱去买灵芝。 只有去叶珠岭碰碰运气,恰好给他见到古阿末采灵芝的一幕,那灵芝一看就有百年以上。 可那么贵重的东西,他问的话对方肯定不会给,于是他打算跟着他,伺机偷取。 而古阿末听到的沙沙声是他不小心弄出来的。 后来他跟到了阿中家,待他们都睡着后,就爬到西屋屋顶,揭开瓦片,拿绳子吊着药厨去勾贝勒,却怎么也勾不着。 不料弄出的响声,却让离西屋不远的攻击受惊了。 他竟然打起鸣来,把古阿末吵醒了,他就起床去了趟茅房。 而李玉辉见古阿末出了房门,就准备从房顶下来,直接拿贝勒走人,不料一不小心划了一跤,直接从房顶摔了下来,把房顶也弄塌了。 听完后,阿中说要报官,古阿末却拦住了他,说道,他也是一片孝心,况且我采药就是为了救人说着把灵芝拿出来给了李玉辉。 这时阿中的父亲突然晕倒在地,古阿末赶紧给他号卖,号了片刻摇头跟阿中说,你父亲这病的百年手屋做药饮,方能治愈,灵芝没用。 只见李玉辉从怀里掏出遗物说,古大夫,您看这是手屋吗? 古阿末看过去,正是何手屋,而且年份也足有百年之上。 这正是何手屋,你怎么得来的? 我在野猪灵找灵芝的时候。 无意间挖到的,只是不太敢确定是什么,既然是手屋,我愿送给古大夫给人治病,李玉辉高兴地说道。 阿中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,只是一个劲地说谢谢。 李玉辉说,我弄坏了你家屋顶,你还没找我陪呢? 我们都得感谢古大夫,古阿末确实道,我应该感谢那只公鸡啊。 要不我就被压在瓦礼中了,都是您的善良救了您,也救了我们大家,大家一口同声地说道。 结语,如果古阿末贪财就不会把银子还给阿中,那他迷路就不会遇到阿中。 如果他当时没有阻止阿中杀公鸡,那可能被压在瓦礼中。 如果他不愿拿出灵芝,那李玉辉就被送关了,阿中父亲也得不到何首屋。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善字,善不但能救别人,也能在关键时刻救自己。 物以善小而不为,物以恶小而为之,其实善不分大小,只要有善心。 无论做多大的善事,都是善。 康熙年间,宣化福有个叫李三古的的园外,李园外年过四时,还是没有任何子嗣。 一个游历天下的道士给了他个建议,让他多做善事,经常诗周接济一下穷人。 果不其然,两年后园外夫人就产下一子。 按照道士的说法,李园外没发家之前做事太绝, 不给别人留后路,没有子孙缘,得多做善事补救。 老来得子,取名李林,园外一家,把李林宠成了太上皇。 李林从小就无法无头,大家有争之眼闭之眼, 不过有一点李园外,绝不纵容。 平常怎么胡闹都没事,但绝对不能干坏事和缺德事。 所以,李林虽然调皮,喜欢作弄人却心地善良,经常帮助穷苦人家, 在大家心里他也是远近闻名的小善人。 转眼李林已经十八岁,浓眉大眼,身材提拔,长相也特别出众,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好色。 在他十八岁的成人礼上,那个游历的道士又出现了, 而他这次不打算再走了,找了个道观扎下了根。 而且,在李林的成人礼上,给了他一个护身符, 并让他有事去道观,找自己,因为道士算出了他这年,有桃花节。 附近的山里,一个侨夫正在砍柴, 他全然没有发现身后一双眼睛正死盯着他, 一会后面那双眼睛的主人悄然离开了。 侨夫全然不知自己刚从鬼门关走了一圈, 只感觉全身寒毛倒立,他赶紧挑柴下山了。 一个山洞内,一个看不见脸的女子正在拿笔画着什么, 边画还边嘀咕,我修行了千年却没法突破, 那侨夫虽然没做什么坏事,却不能助我突破, 得去找个年轻英俊的大善人吃了,肯定能够助我突破。 他画完后,拿起来一看,很是满意, 原来他画的是一张很美的脸, 只见他把画往自己脸上一盖, 就变成了画中美人的模样。 下山以后,他打听到附近闻名的大善人非, 李源外父子不可了。 他去调查过李家父子, 李源外已经六十开外, 满脸褶子, 一看就没胃口, 李林则不同了, 年轻英俊, 细皮嫩肉的, 一看就让他忍不住吞了下口水。 这天李林正在急事闲逛, 突然一个推车的小哥车轮一轨, 撞倒一个漂亮女子, 李林赶紧跑过去把漂亮女子扶起来。 小哥感觉很奇怪, 自己车推得好好的, 突然一股自己控制不了的力道, 推着他往旁边轨了一下, 然后就撞到这位漂亮的小姐了。 小哥只有一个劲地说对不起, 漂亮小姐也没为难他, 说自己没事, 只是脚扭了一下。 李林见他不光长得好看, 还心地善良, 就自告奋勇地送美女回家。 他出银子, 买下小哥的推车, 推着美女往他说的方向而去。 眼看天都快黑了, 而且越走越偏僻, 已经到了荒无人烟的野外了。 李林问道到了吗? 你家怎么住在这么偏僻荒凉的地方? 见李林有点不耐烦, 她指了前面一个转弯路口说转过弯就到了。 果然, 转过弯没多远, 果然看见前面一座孤零零的房屋。 送到门口, 李林准备告辞, 漂亮女子却说我家人都去省城有事, 家里就我一个人, 你扶我进去吧。 李林听说她一个人就有点心动了, 况且, 一个大美女在眼前, 自己也有些心缘一马。 就扶着美女进屋了, 却没有发现她转过去的脸上得逞的笑容。 李林被美色冲昏了头脑, 没有去想一切的不合理, 进屋后和美女就畅聊起来, 两人越聊越投机, 两人也越靠越近。 突然美人大叫一声, 李林盲问怎么了? 原来她的手伸向她胸口的时候, 碰到她贴身的护身符, 被激得受了伤。 她赶紧让李林离开, 说自己不太舒服。 李林虽然好色, 却从不强迫别人, 况且她刚才也感觉到胸口处护身符的震动。 她起身告辞之后, 就离开了, 路上她拿出护身符一看, 只见符已经碎了。 她记得道长说过, 这符可就自己一命, 她浑身冷汗, 都冒出来了, 幸好刚才那位没察觉她的符碎裂了, 要不她今晚可能就逃不掉了。 她没有回家, 而是连夜跑去道观。 道长仿佛知道她会来找自己一样, 一直在等她。 见到她后, 递给她一踏符, 让她贴在自己的房间里, 三天不出房间。 自己这三天有事不能去救她, 要三天后再去找她。 李林回到家后, 把自己关在房里, 到处都贴上了符。 当晚那修炼千年的怪物, 去到李林家。 却接近不了李林的房间。 她明白李林肯定是破了, 可有那些福进不去李林房间, 于是她找到贪财的县令大人。 当一箱珠宝摆在县令眼前的时候, 县令二话不说, 带人去李园外家把李林抓了起来, 顺带也把道士抓了起来。 李林心想这下完蛋了, 或许道长可以救自己, 没想到没一会道长也被抓了进来。 没想到道长不但没有任何害怕的情绪, 反而一脸释然, 本来我还担心有为天和, 没想到这些令星这么黑, 这真是天助我也。 只见道长口中念念有词, 用手往墙壁一指, 就出现了个洞。 两人出去后, 道长拿出一张符放到李林身上, 然后念了一会, 再往李林脸上一指, 只见李林居然变成县令的模样。 接着道长找到县令, 同样地让她变作李林的样子。 这时怪物来准备吃李林的血肉, 县令见到她正准备跟她说话, 只见此时的女子手变成了黑爪子。 向县令扑上去, 没一会就吃了个干净。 不一会, 她就感觉到不对劲, 肚子疼得直打滚。 这时道长和李林出现了, 李林已经恢复了自己的模样。 这时她知道自己吃的是县令, 可惜已经晚了, 道长随后消灭了她。 这时道长松了一口气说道, 幸好她吃了贪官中了毒, 要不虽然我不惧她, 却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可以制服她, 如果让她跑了后患无穷。 原来好人可以助修行, 坏人却是毒药, 人一旦变坏, 连血肉都有毒。 结语, 如果李源外不行好事, 就不会老来得子, 李林如果不行善, 就不会得到老道的救助。 感谢您的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